意大利中小学马上就要开学了 定在下周9月12号 现在呢陆续到书店买书的人还是很多 因为现在书还没到期 所以说呢今天又要过来看一下书了 这两天啊突然想到一个以前的学生 到这已经三年多了 这三年吧 他做了一个让我非常震惊的事情 可能在我们身边大家也会遇到这种事情 或者是就是我们自己本身 这三年呢 他呢也就是一年级的时候 他呢学习啊包括过科啊作业啊都很好 然后自以为是的 结果大二大三一塌糊涂 学习一塌糊涂 别人呢都已经该修完的学分都已经修完了 而且实现了学习的升级 面临着马上毕业了 即将毕业的学生呢也在找实习的单位 唯独这个宁桑种的玩意儿 他非得觉得自己是对的 然后还要用他的学习方法 但是一科也过不了 大二大三一塌糊涂 今年呢都没有过科证明 他可能十月份的时候就面临着须不揣居留 其实他除了占用教育资源以外 其实我觉得他可能最对不起的就是他父母 但是呢他不会从他自身去找原因 他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 他每走的一步都是正确的 之前也有朋友来劝过他 但是现在没有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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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